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我们这期视频呢,要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藤字 因为有网友反映这个藤字特别难写,总写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到底是这个藤字太难写 还是你方法不对呢 其实这个藤字,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结构 左右结构,而且是一个左窄右宽,左收右放的字 这个字难点主要是在于右半边 左半边月子旁就是一个比较瘦长的身形 还是比较简单一些的 问题就在于右半边 其实右半边,我觉得就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收放的问题 你要搞清楚右半边哪里是放的,哪里是收的 右半边有什么,撇纳组合 那撇纳组合一放出来,上下都要收 我们来看一下右半边的书写啊 首先你看,点儿,然后撇画比点略高一些 往中间聚拢 然后下面两个小红 大家看一下 这一部分你看我们要给它收紧 横尖就要拉得近,而且红要短一些 你看,两点和这个红其实基本上是等宽的 然后你看,竹笔右半边的这个放出去的 来了 撇画先竖向下来,然后好,往这儿走 好,那画你看往外伸展出去啊 大家看一下,撇纳就要展开了 你这个撇纳其实还可以打得更开一些 你看,撇纳舒展出去 这个纳和撇不要粘到一起啊 有些同学你像这样打开的时候 撇纳老喜欢这样粘在一起 不要粘在一起,中间留点空隙啊 打开往两边伸展出去 然后下面这个码字 大家看一下 往上迎,你看横折 横短,竖长这个码头要瘦一些 你看,竖折,折钩,哎,码字不要写得太大啊 你要在撇纳的范围下 然后你看,再来一个横靠上写啊 哎,这是右半部 大家看一下 你这个撇纳一出 你看,上面要窄 下面码字也要收 在撇纳的范围下 是这样子的一个字形啊 那我们现在组合到一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字的书写啊 好,首先你看月子旁 哎,竖撇下来 不要给它写成斜撇了啊 竖撇,然后横往右上扛肩 方折垂直向下 好,然后向上出扣 哎,月子旁要瘦长挺拔 然后两横从竖撇这出发 哎,不要给它堵死了 靠左不靠右 横到横间隔相等 这是这个月子旁 然后右部 大家看一下 两点,你看点 撇 哎,往中间聚拢 然后两个小横往上 哎,你看上下基本上是等宽的 横不要写长 好,撇画往这走 纳画,你看 往外放出去 拖出纳脚来 哎,撇纳展开 然后下面马字往上迎 你看,横折 哎,马头瘦一些 然后身子宽一些 树折,折勾 好,往里内收 然后横靠上写 哎,这是唐字的书写 大家看一下 其实你分析透彻了 这个字根本就不难 哎,左边你看短一些 右半边因为内容比较长 它确实是上下都要长出一劲 你看上面 哎,比月子旁要高出一些 然后下面比月子旁要怎么样 低出一些 它是成一个放射性的字形 啊,左窄又宽 哎,左短又长 你学会了吗 嗯,左边